音乐 我们翻到课本的364页 364页我们一样要算 Chemical Shin的Reactivity Wars Chemical Shin的Reactivity Wars 然后我们到364页的7.65图 7.65这个式子 一看这个式子就在算什么 就在算这个 算F 就在算F 它又是用K来算 为什么 因为它是uniform distributed in the core 所以它就是uniform的影响 所以它是对整个K值产生影响 对整个K值产生影响 我想这个推导的过程都是蛮直接的 所以我就不花时间 我就不花时间在这里跟各位说 各位自己去看一下 各位自己去看一下 到最后它会把这个Reactivity Wars 跟我的Concentration连在一起 也就是7.68这个式子 也就是7.68这个式子 那通常我们在电厂在运转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Boron Concentration用的单位是PPM Part per million Part per million 好 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 我们把这个 这个Kinetics的东西很快做一个介绍 ControlRod 这里很快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到7.4节 7.4节我们来开始讲一个 对Safety有很大影响的一个东西 叫做Temperature effect on reactivity Temperature effect on reactivity 这是说什么 什么的Temperature 什么的Temperature Field Moderator slash Coolant OK 我Field的温度改变 或者我的Moderator Coolant的温度改变 那请问我Reactivity会怎么变 请问一下我Reactivity会怎么变 也就是这一节所要讨论的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基本上Reactivity跟什么有关 跟我的Multiplication Factor有关 Multiplication Factor有关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如果假设我们写的东西还是一样 我们写的东西是一个Six Factor Formula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有一个Fast Fishing Factor 有一个Sermal Utilization 然后有一个Resonance Escape 有一个这个Resonance Escape Probability OK 还有一个这个Eta Value 然后一个P什么 Long Leakage Probability during Slowing Down 各位到前面试子去看一看 都会找到它的试子 所以很多这些Factor 这些Factor都跟温度有关 都跟温度有关 所以我们说那温度改变之后 对K值的影响是什么 In turn 然后对Reactivity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从哪来 这个影响从哪来 第一个就是Density of Material 我们知道所谓的Property 对我整个Neutronic的计算 最重要Property就是什么 聚观的截面 对不对 那这等于什么 等于N乘上Sigma 这是什么 Number Concentration 这是什么 Cose Action 对不对 所以我的温度会影响到它 Density of Material 我温度变高了 我的Moderator Density会怎么样 会变小 对不对 那我的Sigma会怎么样 变小 OK 好 那这是一个影响 就是说Density of Material OK 然后呢 我会有Distribution Of Neutron Energy 为什么会在Distribution of Neutron Energy 也有影响 我今天 我的Moderator是水 OK 我水在100度C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一个温度 所以我所谓的Sigma Neutron Distribution 它应该是什么 在100度C之下的Maxwell Distribution 对不对 那我水温变成150度C了 我Energy的Distribution有没有变 形状没变 但是 分布 变了 分布那样子没变 但是它的范围变了 所以它的温度分布也变了 所以会影响到我的Sigma 因为Sigma是什么的函数 Nutron Energy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因为Distribution of Neutron Energy 变了 所以会影响到我的Sigma 这是两个温度造成的影响 还有一个造成的影响 Cosection 这个 跟温度有关 跟温度有关 那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讲的我的Cosection 你实际上去看 我们通常讲的能量 我们讲的是Neutron的能量 而真正不是 是什么呢 是Neutron跟原子核 相对的速度 代表能量 OK 所以是Relative Velocity 所以当我温度改变的时候 当我温度改变的时候 我的晶体格子里面的Nuclein 它振动的频率 振动的速度会变快 所以它跟Neutron之间的相对速度会改变 所以那个相对速度的改变 会造成Cosection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当我Feel的温度改变 当我的Moderator 跟我的Coolant的温度改变之后 我会影响到这些参数值 影响到我的Multiplication Factor 怎么样影响呢 我们知道这两个数值 F跟P 尤其F跟P 基本上都跟我的聚关节面有关 那聚关节面等于这两个成绩 OK 那这两个成绩会受到什么影响 一个是Dance-Dive Material会影响到M 一个是Distribution of Neutron Energy会影响到我的Sigma 另外一个我的相对运动会影响到一样 影响到我的Cosection 这边应该写Relative Velocity 会影响到我的Cosection 会影响到我的Cosection 那还会影响一个东西 还会影响一个东西 跟这有点关系 但是不是直接的 我一个炉心在这里 我把它设计好了 假设我画的单纯一点 这是我的Fuel Assembly 这是我的Fuel Assembly Fuel Assembly中间流动的是什么呢 流动的是水 OK 我设计好了 我像整个炉心是在200度C 我水有一个密度 所以水跟燃料会有一个比例 对不对 我像水升到200度C了 水的密度怎么样 变小了 所以在这里面所容纳的水的重量怎么样 变少了 它的相对浓度改变了 对不对 这个也会影响到我的K值 所以这是我的Temature Effect on我的Reactivity 所以这里我们讲的是 Compensation of Coal 所以透过这几个东西 透过这几个现象 我们会有一个Temature 会跟我的Effect 会有关系 这个东西事实上 对于核能的安全 非常的重要 这个Effect 这个物理现象 这些物理现象 是对核能安全是非常的重要 我把这句话 还是把它写下来 好 它对安全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讲Temature Effect 我们这个叫它什么呢 叫做Reactivity Coefficient Reactivity Coefficient 加一个T呢 我们可以讲说是 这个Reactivity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K 这个T代表 这是Reactivity Coefficient 加个T 就Reactivity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它的数学式子呢 就是我D rho D rhoD T 换句话讲就是 我当我T改变的时候 我R rho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讲说 如果它是正值 代表什么 当我的T增加 我的R rho会怎么样 增加 OK 当我的T减少 我的R rho会怎么样 减少 我的Reactivity如果是 这个Reactivity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如果是负的 代表意思 我的T增加 我的R rho会怎么样 减少 同样的 我的T下降 我的R rho会怎么样 上升 OK 我的R rho会上升 好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化解 因为我的R rho等于 K减1分之K 那我可以大概 1减掉K分之1 所以这个RT呢 减乎Aproximate的呢 就是K分之1呢 DK DT 这都是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一个 很直接的一个 一个单位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D log的K over DT logDT OK 好 那我们这个东西是 我想这个数学式子的符号 非常直接的就在这地方 那我们讲它为什么重要 我们只要从观念上来看 从观念上来看 如果我的RT is positive 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我现在一个电场 在运转在一个study state OK 然后我这个电场 Code的特质呢 是RT是正直 意思讲说 当我T上升的时候 我肉会上升 好 我现在电场呢 发生了一个干扰 发生一个干扰 可能是我一个pump跳掉 或者我甚至在运转的过程之中呢 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震动 这个震动呢 让我的这个温度呢 让我的reactivity上升了 OK 用一个小的干扰 让我reactivity上升了 那因为RT是positive 我的reactivity上升 我的power一定上升 我power上升之后 我的燃料的温度 我的moderator跟cooler的温度 都会怎么样 都会上升 OK 因为我的RT is positive 所以我的reactivity会怎么样 再上升 我的reactivity会变得更多 reactivity会变得更多的话 我power会怎么样 再上升 我的温度会再怎么样 再上升 所以这叫一个什么 positive feedback OK Positive feedback 所以上升到什么时候结束 你热移不走 热全部累积在你的燃料里面 到最后反应器扣解体 OK 所以如果你这东西是positive 的话你这后面是有一连串的一个反应 你会有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反应 好 那如果说还是这个 还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的RT是怎么样 是negative 所以我的reactivity上升 我power上升 我的温度上升 因为我的RT是怎么样 是negative 所以我的reactivity会怎么样 下降 我的reactivity下降 我就把我原来这边增加的reactivity怎么样 平衡了 theoretically 后面会不会再动了 不会了 我们可以讲说 power怎么样 会拉回来 然后T会拉回来 回到原来的状态 OK 所以我的temperature feedback 我要reactor能够稳定的运转 我的temperature feedback 一定要是什么 负值 那我们讲这两个 RT是positive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我们可以想象成 说我是把一个珠子 放在一个power线的顶端 我写这东西 如果reactivity下降 power下降 温度下降 因为RT是positive 所以reactivity会怎么样 再下降 power会怎么样 再下降 温度会怎么样 一直下降 到最后就拜拜了 不是拜拜 就停下来了 所以我好像怎么样 把一个珠子 摆在power线的顶端 虽然在这里 斜率是等于0 OK 虽然斜率是等于0 代表它是稳定的 对不对 可是你有一点点干扰 它就从这边一直跑掉 干扰往这边推 从这边跑掉 就是所谓的power上升 然后一直到不能接受 然后如果往这边推 就怎么样 就停机了 OK 所以RT如果是positive 就好像你把一个抛物线 你把一个抛物线 把一个珠子摆在一个抛物线的顶端 往哪边走都不稳定 那如果是RT是native 还是抛物线 只不过这时候你摆的是 这个地方 所以你往右边推一点 它会怎么样 滚回来 往左边推一点 还是滚回来 所以它是稳定的 它是稳定的 所以当我们在设计一个反应器的时候 我们一个最大的准则 这个 一定要是负的 如果这个是正的 不能接受 这种是正的 是不能接受的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事故 这样子的一个事故 我们称它为什么呢 我们称它为 我们称它为Nuclear Excursion Nuclear Excursion 就是一个核能的一个爆炸 或者一个run away 或者我们称它为run away accident 或者我们称它为reactivity accident 同样的 Nuclear Excursion run away accident reactivity accident 指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指的都是一个现象 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一个站态引发了我的一个正的回馈 然后到最后我的反应器解体 这很快哦 为什么 因为reactivity insertion 只要这个reactivity超过beta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瞬间整个上去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Chenobo OK 因为Chenobo 正 OK 那我们用的light water reactor 负的 然后你是说 它在低功率运转的时候是正的 OK 它在低功率运转的时候是正的 高功率运转是负的 低功率是正的 那你说怎么会有人这么笨用这种东西 那你说 那这个Chenobo是1986年发生的 我第一座反应器 第一个类似Chenobo那样的反应器 1957 1957就运转 更早就运转 那时候运转的时候 知道不知道这个现象 清楚得很 OK 1970年代初的教科书 就写了这些东西 所以这东西对我们这些学和工的人来讲 是一种common sense OK 就这种东西你要避免 你在设计时要避免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好不好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 这么肯定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那我们知道 我们如果再用一个feedback的图来看的话 那这个我们来讲 所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一个feedback 我们来看 这是我一个system 这是我一个input 这是我一个output 我output回过头来 会影响到我的input 那这个叫feedback 那如果这个feedback是正值的话 这系统不稳定 这feedback如果是负值的话 这系统才稳定 这种东西呢 各位在日常生活也碰过 日常生活也碰过 去上卡拉OK时 有没有你拿个麦克风 站在某一个地方 那声音就会怎么样 对 喇叭前面 为什么 因为它收音了嘛 它收到你的声音了嘛 又进到你的这个sation去放大 放大回来再收回去嘛 所以你要避免这个事情怎么办 站远一点嘛 换个角度换个位置嘛 你只要不站在那个位置上就不会了 所以这个是标准的一个system 一个breakdown 所以也一样 所以这样一个feedback的一个东西 好 所以我们有个概念 就是说我的reactivity的feedback呢 我一定要是一个负的值 负的值才可以 好 知道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 我们刚刚讲的temperature effect on reactivity 我们分成两块 一个是什么 燃料 OK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moderator and slash coolant 我为什么一定强调是moderator slash coolant 因为有些反应器 OK 是不一样的 有些反应器是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记得 有些是异象 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 所以temperature reactivity feedback的话 我们分成什么呢 field OK 然后我们还有分成moderator coolant 我们刚刚讲的 它影响到reactivity的 为什么温度会对reactivity影响 为什么温度会对k影响 是基因有哪几个参数 density of material OK 还有什么呢 还有neutron energy distribution 还有一个我直接写的 就是一个cosection 还有一个relative composition cold OK 有这几个因素 好 我考虑燃料 燃料温度上升 对它密度影响大不大 不大 因为它是固体 所以我考虑feel的时候 这个不考虑 OK 那我neutron energy distribution 对它 对feel来讲 对不对 因为我的distribution不一样 对不对 我的spectrum会变得比较hot 我的能量会变得比较高 对feel有没有影响 有 但是分析结果显示说 这个的影响 不是那么重要 OK 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重要 再来 relative composition of coal 所以这里谈到的是什么 燃料跟moderator的相对组成 OK 那这东西呢 我们把它留在这边来讨论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是什么 cosection的改变 这个讲的是cosection的改变 OK 好 那我们还是一样 moderator跟coolant 这个时候呢 你的density of material 变得很重要 OK 然后你的relative composition of coal 实际上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 OK 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要考虑的有的是这两个 好 再来neutron energy distribution这一块 同样的也不是很重要 OK 那我cosection的改变呢 某种程度上呢 针对moderator跟coolant 对一个sermoreactor来讲 cosection的改变 也不重要 OK 也不重要 所以那我们等一下来讲就是说 我们要讲feel的时候 主要讲的是cosection的改变 我们要讲moderator coolant的时候 主要讲的是这两个东西的影响 好 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我temperature effect 可以分成这两个 一个叫做feel的reactivity coefficient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feel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另外一个叫做moderator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K 分成这两块来讨论 还有一个呢 这个我们要称它为prompt的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或者这个我们就称它为delayed prompt什么意思 立刻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在燃料里面 我核分裂在哪里发生 在燃料里面 OK 所以核分裂一在燃料里面发生 那个能量出来之后 燃料的温度怎么样 马上上升 所以是立刻的 所以是立刻的 那moderator的temperature coefficient 我们称它为delayed 为什么是delayed的 因为我那热要从燃料里面 传到moderator里面 温度才会上升 所以热传需要时间 因为有个time constant 热传需要时间 OK 各位学热传的时候 应该也会讨论到这个东西 那热传需要时间 所以它是什么 是delayed的 它是要delayed一小段时间才会的 所以哪一个比较重要 prompt比较重要 prompt比较重要 OK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 这个prompt的 这个temperature coefficient 怎么来的 delayed的怎么来的 那还是一样 讲一点点Chenobo Chenobo的 prompt的 这个temperature coefficient 是负的 field的temperature coefficient 是负的 它一定是负的 只要是sermal reactor 谁你怎么玩它 不会是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resonance 好 我们等一下会讲 它的moderator coolant moderator coolant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K 对于Chenobo来讲是正的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 如果都是负的 OK 可是如果它的正值超过了它的负值的绝对值 两个加起来是正的时候 拜拜 OK 好 所以Chenobo那种反应器 只有在某些状况之下会是正的 很不幸它那一天就是把它摆在那个状况之下 OK 那个运转人员可以很肯定的说不是学和工的 OK 好我们等一下后面我们再讲 我们会再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样子这样子讲说这个 这个 Prompt是所谓立即的 所以我真正的feedback 最主要立刻的一个回馈 是从这个 是从这个 是从这Prompt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 Prompt这东西是我们要交代一个物理 一个原子和物理上的一个现象 叫Nuclear Doppler Effect Doppler 各位学过Doppler效应吗 高中物理有没有学过 什么叫Doppler效应 波会被挤压 相对速度改变的时候 对不对 你听到的频率会改变 对不对 你听到的频率会改变 所以那你讲Doppler Effect Doppler Effect用的蛮多的地方的 那大家今天晚上最热门的会是什么 测量棒球的球数 不是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 打日本 对不对 所以测量球数的时候 你用的是所谓的 所谓的一个测速枪里面 基本上原理也是Doppler Effect OK 那我们所谓的Nuclear Doppler Effect 指的是什么 Nuclear Doppler Effect是什么呢 是我们讲的Cosection跟着这个能量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变化 这是对一个High V Neucleus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区域 Fast Neutron Sermoneutron 中间叫什么 Resonance Region 所以Resonance Region我们就基本上会看到什么东西呢 会看到说我的这一样Sigma这是能量 非常范围非常窄的一个能量 我的Cosection如果画出来呢 我的长相是这个样子 我不是真正只有一个单一的能量 我是有一个分布 我是有一个分布 我的Cosection是有一个分布 当然我画这分布实在画得很难看 各位到课本上应该有比较漂亮的图 各位到课本的这个368页7.13图 368页7.13图 那个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代表什么 T等于0代表什么 T等于0代表那个Nucleus怎么样 不动 OK 那Nucleus不动 所以相对速度是什么 就是Neutron的速度 所以T等于0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分布 那这个分布呢 有一个式子可以代表它 有一个式子可以代表它 那个式子呢 也就是课本的367页的这个式子 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 这个式子 OK 好 那如果 我如果说 我现在把温度升高了 如果说我把温度给升高了 就升高到20度C 然后升高到1000度C 所以你看这个peak 做怎么样的改变 它absorption cosection怎么样 变低了 peak value变低了 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 它的band bandwidth怎么样 变宽了 OK bandwidth变宽了 这是一个Nuclear Doppler Effect的影响 好 它既然是这样 那问一个问题 它对吸收中止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 它会这样子会 因为我的fast neutrons 在这边产生 它要slow in down 要通过这个区域 才会变成simal neutrons 所以当我这些peak变宽了 变胖了 变矮了 它到底对我穿过去的宗旨 会吸收的比较多 还是吸收的比较少 不知道 所以要怎么办 测量看看 算算不出来 测量测量看看 看看有什么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一些 很简单的一些概念 让各位看出来 它就是减少 它就是减少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你把neutral 想象成是一只兔子 好不好 一只兔子 要从右边跳到左边去 用跳的 它每次跳的距离不一样 可是它有一些勾 它运气不好 就跳到勾里面去了 以前的勾比较深 它掉进去就一定出不来 对不对 像勾变得比较浅 它掉进去也许会出得来 但是它掉进勾里的机会怎么样 变多了 因为勾变宽了 所以那到最后呢 我一千只兔子去跳 OK 那勾变宽之后 能够跳出来 有多少个变 就是说 它兔子可以跳过去的机会 是多少 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的勾变宽了 勾变浅了 但是overall的effect 到底是什么 OK 好 那我们下次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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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